石墨烯电池成为了锂电池中的明星 电动交通和本地能源储存 正在以势不可挡的速度征服世界 由于城市的工业化导致了空气污染问题的加剧 石墨烯电池中锂是首要的成分 市场对锂的需求居高不下 来自电池和能源储存的需求 以每年20%、30%的增速上涨 特斯拉所使用的85千瓦时的电池 意味着每辆车需要112磅的锂 其他汽车生产商也有同样的需求 中国已经修改了相关的法律 这也迫使汽车生产商需要大力发展电动汽车 此外 石墨是所有电池都需要的 而我们正在面临自然石墨烯电池的供应缺口 也被称为涂层球形石墨 或者是CSPG 这种材料也被用来制造锂离子电池 每辆电动汽车需要100到200磅左右的涂层球形石墨 涂层球形石墨是电池阳极的关键组成部分 目前涂层球形石墨生产100%全部来自于中国 这也是国防部和经济承包商所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 人造石墨的表现并不像自然石墨那样理想 并且十分的昂贵 好在目前锂离子电池的消耗并不算什么大问题 总消耗大约在8万吨 其中5万吨是天然涂层球形石墨 3万吨为合成产品 目前100%的涂层球形石墨生产都由中国生产 且环境足迹是不可持续的 而买家们 例如西方的汽车制造商 开始追踪电池制造商的供应链 他们作为消费者开始承担环境责任问题 和解决可持续性生产商的问题 你不能让环保汽车使用肮脏的电池 石墨生产在中国引起了非常严重的环境问题 由于破旧的矿区设备和过低的环境标准 阿拉巴马石墨公司已经参与其中 他们应该是美国第一家相应的开发团队 并投入生产涂层球石墨锡电池的公司 松下电气预测 在2025年之前 汽车行业 锂离子电池的年度同比增长 将会达到17% 而在固定能源行业的每年的增长 将会达到75% 这意味着美国和墨西哥的汽车制造商 对石墨锡电池需求也同样会出现大幅的增长 也给了阿拉巴马石墨公司 带来了广阔的市场前景 根据预期 在2020年全球市场 对图层球形石墨的需求量为40万吨 比去年的需求量高出5倍 初步经济评估报告带来了很多理想的数据 例如最低资本支出的KUSA项目 只需要4300万美元 项目的税后内部收益率为45% 金限制为3.2亿美元 离合石墨的应用是未来电动交通中 是在必行的趋势 它们也是图层球形石墨的主要的推动因素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来自于 布格斯贝电视的合作伙伴 瑞士资源资产公司的 约亨士泰格 感谢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